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辆无人驾驶汽车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前方到站健康馆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台风杜苏瑞残留的影响 河北周周遭遇了严重洪水灾害 城区最深积水超过三米 大量房屋建筑遭到淹没 在台风来袭洪水过境的状况下 被水淹过的房屋和环境中会有多种细菌病毒残留 对于这些地方的消毒 北京市疾控中心给出了具体指导 1.地面、墙壁及物体表面 清屋厚的地面、墙壁等环境表面 以及家具、桌面等物体表面 可以用有效率为每升500毫克的含氯消毒液 或每升200毫克二氧化氯进行喷洒 擦拭消毒 以被消毒表面湿润维度 作用30分钟 不耐腐蚀的表面消毒后用清水擦拭 2.室内空气 应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以自然通风为主 通风不良的场所可采用机械通风 在无传染病疫情时 不用对室内空气进行消毒剂喷雾消毒 如用每升250毫克至每升500毫克含氯消毒液浸泡30分钟 浸泡消毒后应以清洁水冲洗干净 临时避难所、临时安置点公共使用的餐饮具 每次使用前均应消毒并保洁 4.被褥、衣物 被水浸泡过的被褥、衣物等 要先清洗干净后再暴晒 干透后方可使用 前方到站、科技馆 同学们 智能算法可以用来创作艺术、辅助学习与工作 但你知道吗 智能算法还可以用来探测小行星 就在最近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利用自己开发的特殊智能算法 首次发现了一颗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 该智能算法是利用 维拉C鲁宾天文台为期10年的夜空调查项目 来发现禁地小行星的 在夏威夷进行的 小行星地面撞击持续报警系统的测试过程中 智能算法发现了这颗小行星 它被命名为2022SF289 这颗小行星虽然被认为具有潜在威胁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 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风险 与小行星相比 这个发现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它验证了智能算法 探测近地小行星的可能性 前方到站商业街 同学们 我们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时 收银员都会给我们打印纸质小票 小票上会显示我们购买了哪些商品 以及花费了多少钱 方便我们核对 然而在最近 法国的消费者丧失了这一购物便利 由于环保的原因 法国从2023年8月1号起 将取消自动打印纸质购物小票的服务 如果消费者想要获得纸质小票 必须提出明确要求 不过某些类型的企业不受新规影响 根据法国政府的数据 法国每年大约要打印300亿张纸质购物小票 这造成了巨大浪费 为了遏制浪费 保护环境 法国不得不实施这一新的措施 前方到站 展览馆 同学们 你听说过室温超导这个词语吗 最近它又刷屏了 那么室温超导到底是什么呢 要想了解室温超导 需要先明白什么是超导 当电子流经导电材料时 它们会遇到某种障碍 从而产生阻力 导致散热和能量损失 然而在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度下 电子毫不费力地在材料中移动 无视阻力 毫无损耗的导电 这种现象就是超导 它可以实现近乎完美的能量传输 而室温超导又被称为常温超导体 是指可以在高于零摄氏度的温度下产生超导现象的材料 将较于其他的超导体 室温超导体的条件是日常较容易达到的工作条件 一旦室温超导得以实现 将彻底改变电力和电子工业 使电力传输不受任何阻力影响 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技术进步 现在很多科学家都在盼望室温超导的到来 那时候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 历史上的今天 你了解过无人驾驶的汽车吗 那你知道这种技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试验成功了吗 1921年的8月5日 第一辆无人驾驶 由无线电操纵的汽车在美国试验成功 这种汽车的汽车驾驶座上确实没有人 方向盘、离合器等部件也是随机应变的 而在车后 工程师霍迪尼坐在另一辆车上 靠发射无线电波操控前车 他们穿过纽约拥挤的交通 从百老汇一直开到第五大道 这更像是一场超大型遥控的实验 就像我们现在可以远程操控无人机一样哦 现在无人驾驶的汽车的自动化越来越高 靠的是安装在汽车上的高性能传感器 就像汽车的眼睛和耳朵一样 负责收集行驶中的障碍物、路线等各种信号 经过汽车的大脑 也就是中央决策系统处理后发出指令 指挥汽车沿着道路准确行驶 一百多年来 仅仅通过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了呀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啦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讲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